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脑部军 在古印度文献中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史诗 分别是摩科·波罗多和摩罗也纳 他们的文化非常博大广泛 几乎暴露万象 被世人誉为史诗中的百科全书 但是里面为什么会多次出现 高科技武器和飞行器的描述呢 要知道 古人不可能想象出 从来没有实实在在 见过的东西 难道他们可以制造出超越现代文明的东西吗 尤其是一种特别可怕的武器 他们称之为厄尼亚 它的描述简直超越了人类核武的威力 难道几千年前的古代 就已经拥有了如此先进的科技了吗 摩科·波罗多这部史诗主要内容 是描写古印度 波罗多族两个分支 巨鲁族和班渡族之间的争斗 这场战争的规模非常震撼 各地的王国和神灵分别都参与了双方的争斗 其惨烈程度是无法用电影刻画出来的 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 这场大战有一定的事实背景 而近年来一些学者就开始重新研读这部史诗 不少学者在看完书中所描述的内容后 发现了各种尖端高科技和飞行器 而他们的科技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时代 在史诗的描述中 有一种被神禁止使用的特别的武器 名叫厄尼亚 是一种无烟的飞弹 在战场上无人能够躲避这种武器的伤害 释放这种武器时 它喷火无烟且威力无穷 一旦落到地面上吞时 裂风刮起 云雾翻腾 就连太阳都在空中摇晃 整个空中飞沙走时 大地也跟着不断的颤抖 所有的动物倒地而死 植物瞬间枯竭 在强烈的火焰翻滚下 所有的一切都在燃烧 就算波及范围之外的树木也成排的倒下 密集的火蛇不间断地像下雨般 向四面八方抛落 数千辆战车瞬间被毁 阵亡者的肢体被可怕的高温灼烧至 残缺不全 就像烧焦的树干 据考证这部古印度叙事史诗 虽然定型在四世纪 但其中的英雄和战争的故事 是以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 1000年之间的史诗为依据 所以书中所记载的史诗 比成熟时间更早将近2000年 但事中描述的这个情景 却与核爆引发的超高温大火 非常的相似 接着让我们再看看史诗之战中描述的 阿特瓦坦乘坐的内量 维玛纳飞行器 它向维里什尼族和安达略族的三个城市 分别投掷了一枚铁霹雳 两股火球腾空释放出来的光 犹如一万个太阳的光芒 那么这种名为铁霹雳的神秘武器 是如何做到将敌对化为灰烬 事故无存的 就算没有被直接波及的人 头发指甲也会全部脱落 就算人们躲过了高温 人们所有的食物水空气 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而最远处的战士们纷纷跳入河流 希望将自己身上的火焰熄灭 可遗憾的是火焰在水中仍然还在燃烧 而这场争斗就来源于 我们之前讲过的摩亨佐达罗 那么这个名为维马纳的战车 究竟是什么黑科技呢 在史诗中描述维马纳可以借助于水银 和一种独特的推进器为动力 能准确判断天空的航行路线 最神奇的是 它的飞行距离可以接近于无限 飞行方向更是可以做到 和UFO一样360度无死角移动 那这不就是非常先进的太空飞船吗 而这种科技已经远超现代科技上千年 在这部史诗中也不止一次提到 关于飞船的描述 比如其中有一名英雄 阿周娜乘坐的飞船形状就与太阳相似 而且瞬间就能抵达到 一个普通人用肉眼看不到的地方 并且身后还跟着数百艘 其他不同类型的飞船 而在飞船停留的地方 太阳月亮都不会发出光芒 而且这里巨大的天体 就是我们抬头看见的星星 它们在地上看起来不过 像是远方的一盏灯 但离近了却是巨大的天体 这足以表明远古时期 古人就已经具备遨游太空的能力 有人认为这些记载是对 飞船飞出大气层后 进入到另一层空间的 非常准确的描述 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飞行 进屏观测和想象是无法写出这种生动的细节的 考古学家还发现在古籍中 计算时间上使用到了两种不该存在于远古时代的数字概念 一个是卡尔帕 一个是卡西达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呢 答案可能会让你吃惊 一卡尔帕就是42.32亿万年 一卡西达则是30纳秒 这就让一众学者震惊不已 在人们想象中远古时代的人应该住的是茅草屋 身体更是以树叶来遮挡 科学技术相当落后才对 但不论是42万亿年还是30纳秒 这样的天文数字 他们是怎么计算得出的呢 他们用得上吗 当然这个看似很科幻的问题 当今核物理专家给出了答案 他们认为在在人界中 需要用到几十亿年或者几十纳秒来度量的 就只有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率 但是我们要知道放射性同位素 是法国物理学家于19世纪首次发现的 在1942年物理学家费米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建成世界上第一座核反应堆 难道那些远古时代 印度先民就已经掌握了度量和物质的技能了吗 他们还制造了类似原子弹核爆 难道他们真的就已经目睹过 类似于日本广岛长崎在原子弹爆炸时 所产生的核辐射 核裂变的巨大灾难和威力了吗 于是古印度史诗中这段核爆描述 也引发了不少读者的关注和思考 后来苏联学者格尔伯夫斯基 就在印度恒河流域 研究一句古人残骸时 就惊人的发现其体内的放射性物质 人比正常人高出几十倍 后来研究机构就把这一发现 写入了著作古代之谜之中 物理学家费雷德里克·索迪说过 我相信人类曾经有过多次文明 并早已熟悉了原子弹的制造 但由于当时的滥用 才导致他们的文明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原子弹之父罗伯特·欧本·海默 于1945年7月16号 成功制造出人类第一颗原子弹之后 也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这是近代第一颗试验成功的原子弹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近代呢 因为在那二十年前 人们考古已经发现了死亡之秋 摩亨佐达罗一计时 世界观就已经彻底颠覆了 那是真正的核爆炸毁灭的古代城市 古城中46具形态各异的古骸 无不再告诉世人 它们是在一瞬之间被消失的 而在现场中有一块半径约400米的 被黑色玻璃质沙利满满覆盖的地区 被当地人称作玻璃城 这种物质的专业名词叫 脱力泥蹄物质 这种物质的形成条件非常苛刻 它是沙利在1400度以上的高温融化后 又迅速冷却成玻璃状的 一种玻璃化人工矿物 而如果是战舰出现这种物质 只有两种情况 分别是雨时退落和火热爆发 不过根据这座遗迹的情况来看 这两种可能都被排除了 那么就只剩下另一种可能了 那就是核爆 恰巧在近代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实验现场 人们就发现了 脱力泥蹄物质 那么话又说回来 摩克·破罗多这段历史传说 包含了印度远古时代的众多典籍 一直以来也被印度人们视为圣书 所有古人对高科技事物的描述 都是往复曲折的 势必会带有很多神话色彩 可是近些年来 不仅在印度对朝鲜科技有所发现 在巴比伦 撒哈拉沙漠 蒙古戈壁等区域 均有类似末日废土的发现 甚至遥远的非洲还有学者发现了 20亿年前被开采过的远古油矿堆 人们不禁想问 在史前时代的印度究竟发生过什么样的过往 难道地球上真的已经存在过好几次高级文明史 因为争斗滥用科技导致文明消失了吗 现今 人类文明会不会也像科学家猜测的那样 也会因争斗被制造出来的武器 埋没于历史的长河中呢 如果你觉得印度史诗中都是神话的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几个其他地区的真实案例 在1938年美国肯塔基州 博里学院地质主任 伯洛兹博士发表一份研究报告说 他在试探记的沙岩中发现了10个类人动物的脚印 而通过显微照片和红外照片显示 这些脚印是人体的压力自然造就的 并非人工雕刻 并且这些拥有人足脚印的岩石 据估计约有2.7亿年的历史 1948年的一个夏天 一位美国化石专家威廉·米斯特 在犹他州附近的羚羊群 发现了一块三叶重化石 这一块化石上还有着一个完整的鞋印 经过测量鞋印长约26厘米 宽约8.9厘米 从鞋印鞋跟部分凹1.5厘米的角度来看 这应该是一双与现代人穿的休闲鞋相似的鞋 也就是说这款鞋的主人生活在一定的文明环境中 令人困惑的是三叶虫 是生活在6亿年前到2亿年前的生物 难道在几亿年前有像我们这样的人类文明存在吗 这种怀疑实际上早在19世纪就存在了 1822年 美国科学杂志第五卷清楚地描述了 法国探险家沿着圣路易斯南部密西西比河发现的一系列脚印 每个脚印清楚地显示了人类鞋底底部的肌肉曲线 这些遗迹都是3.45亿年前在密西西比石灰岩上发现的 另外在美国德萨斯州的拉鲁西河河床上 考古学家发现了白鳄纪恐龙的脚印 离恐龙脚印18.5英寸远的地方还发现了12个人的脚印 甚至一个人的脚印重叠在一个三只恐龙脚印上 画石从中间切开 脚印下的部分被发现有压缩的痕迹 这是无法模仿的 显然不是现代人造假 此外在附近的同一岩层中还发现了人类手指画石和一把人造锤子 把手的一部分紧紧地留在锤子的头上 这把锤子的头部还包含着一种未知的合金 更早的时候一群考古学家还在西藏边境 发现过几百块花岗岩圆片 同时还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些排列整齐的棺木 棺木内凌乱地摆放着大小不同的骨架 关于那些花岗岩圆片 每一片约有两公分厚 很像我们古董留声机使用的唱片 在这些花岗岩圆片的正中央还有一个圆孔 圆孔中心区域竟然发现了一条双槽刻痕 它呈螺旋状向外旋转直至圆片边缘 更令人吃惊的是 在地质学家的协助下发现这些原石中含有大量的 固元素以及其他金属 于是物理学家将它进行检测后发现 在这几百块圆片中存在高低不同的振幅 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圆片在某一时期 是经过强电流处理过的 那么这些奇怪的花岗岩 原石片 加上那些奇怪的固元素 以及岩洞内石壁上发现带头盔的雕像 还有一串连的星星太阳月亮笔画后 当时人们就做出了各种猜测和想象 直到1962年考察机构才把花岗岩原片中的条文破译 才使得人们猜测变得越来越清晰的起来 这些条文内的秘密 当时着实惊动了各个领域的科学家 因为原片上面记载的是一个海人听闻的故事 距今一万多年前 一群地外文明生物来到了我们的星球上 它们的飞船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能量 继续前往目的地 后来飞船坠毁在了人际罕至的区域 这里没有任何材料能供它们修复自己的飞船 这群遇难在地球上的生物 想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成为朋友 但它们却因为不能得到当地居民的理解 而遭遇到了追逐和猎杀 为了躲避猎杀 这群生物只能藏身在了山区内的各个洞穴中 它们曾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希望能找到适合自己修复飞船的材料 但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而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 在远古时候 米洛巴族和康巴族两个部落 曾经就居住在这个荒芜区域 根据这里的发现 和当地的传说证明 确实有过地外生物的存在 而在他们的描述中 这些生物外貌酷似异形 当时两个部族每天都在四处躲避这些生物 但根据考古发现推测 可能当时这些生物真的遭遇过 山区人们的围捕和猎杀 由于世俗传统的观念和当时人们的认知 这个故事一开始就受到了人们的嘲笑 认为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事情 但其实这世界上仍然存在着 很多就连科学都难以相信的奥秘 那么综数以上各类史前文明的未解之谜 部分科学家认为这一切只能给出两种解释 第一种可能是外星生物访问地球时留下的痕迹 另一种可能是现代人类文明之前 就出现过数次高级史前文明 目前是更多的人相信史前文明这种解释 部分科学家还曾提出地球文明周期进化论 生物考古学家认为地球诞生至今 在45亿年的历史长河中 文明叠加次数已经远超五次大灭绝 诞生覆灭周而复始在21年前的地球上 是否存在过高级文明生物 是什么原因让这一切覆灭的 是毁于超级武器还是不可逆转的自然灾害 亿万年前的沧海桑田几乎抹去了一切文明的痕迹 留存下来的痕迹更是屈指可数 就像未来人捡到我们一个陶瓷瓶盖都可以研究出不同的结果 也有人认为前一次的高级文明毁灭是因为地球气候的周期性变化 或者是地球次级反转导致文明消失 因为太阳系旋转至宇宙空间的某个特定位置的时候 地球就会出现周期性的不适宜人类生存的条件 最后一次大灭绝就是发生在6500万年前 或许那时就有一个文明与恐龙共享同一片天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布君 我们下期再见